107 文匯報 英禁通訊軟件加密或封殺Whatsapp 2015年7月11日國際新聞環球Live A19英國政府 已於今年秋天前將極具爭議的調查權力發探提加國會審議 期望在今年底前生效 發探規定通訊軟件公司需保留用戶通訊記錄一年 以便當局隨時翻查 若公司拒絕而隨點對點加密程式 當局更可即時地用相關通訊軟件 以未發探一旦通過 大受歡迎的通訊程式包括Whatsapp、Snapchat及Facebook Messenger 恐於英國絕跡 英國媒體若稱該發探維持聽者憲章 但政府指出 若當局無法查看通訊軟件的加密信息 會嚴重損害執法能力 執政保守黨在年初巴黎查理周刊恐襲後 一直推動相關法探 據布內政大臣文翠山計劃在秋季前 將法探提交國會審理 爭取在年底前生效 不少專家及人權組織反對立法 美國麻省理工的電腦專家發表報告指出 當局不了解而除加密信息的風險 有關法探實際上不可行 一方面引起重大法律及道德問道 另一方面導致網絡保安發展倒退 英國37名科技法律專家向國會議員發表聯署公開信 質疑議員不了解相關技術問題 《黑芬燉郵報》每日鏡煲 文件都不斷延似 請進入大廊 文件都不斷延伸 請進入大廊 文件都不斷延伸 文件都不斷延伸 現在